欢迎收看Focus世界新闻 我是谭英伦 头条焦点我们带您掌握到 俄军周四再度对乌克兰发动了空袭 包含首都基辅在内的多座城市 出动了24架的无人机袭击 同时也被乌克兰拦截下来了18架 不过其中有部分的无人机残骸 发现上面写着 为了克林姆林宫 这很显然是为了报复前一天 克林姆林宫的预袭事件 天空中突然出现无人机 乌克兰首都基辅枪声大作 防空高射炮一发带走 无人机化为火球坠落 残骸撞进市区的一间商店 起火燃烧 火势很快就被扑灭 幸好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周四俄军24架无人机来袭 防空系统击落了18架 这是四天内 俄军对基辅发动的第三次空袭 空袭摆明了就是为了报复前一天 试图行刺普京的无人机攻击 客公怒指幕后黑手就是美国 白宫反抢根本就是无机之谈 而仍在荷兰访问的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呼吁国际刑事法庭 早日将战争罪犯神志以法 TVCN资本报道 澳洲总理埃班尼斯也应邀出席 6号登场的查尔斯三世加冕典礼 3号跟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一同视察了 英国的造船场 英美澳洲缔结了三方安全伙伴的关系 相关的协议包含英美协助澳洲 打造首批核动力潜见发展核能力 埃班尼斯参观之后重申 澳洲的目标是要确保印太区域的安全 和平跟稳定繁荣 澳洲安全有助于区域安全 华勒斯则指出核动力潜见将有能力在全球活动 不限于太平洋 这将大幅改变区域战略的版图 实质上这造船工程也预计在未来的七年内展开 至于要打造多少艘将是未来几年的战略情势变化来做决定 好 我国行政院的政务委员邓正中参加了投资美国高峰会期间 他拜会了美国的行政部门 在和商务部长雷蒙多会谈时 邓正中也表达了美台之间没有避免双重课税 率团出席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的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 在华府期间拜会国会议员及行政部门官员 邓正中跟财政部谈避免双重课税 向农业部表达希望加速审查像是凤梨和加工肉品等台湾农产品出口 也当面对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 美台应该多交流 不要过度渲染投资台湾有政治风险 布局应该要考虑到这个风险 台湾把维持两岸的稳定当成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一种过度渲染的说法 说台湾有风险 这是不正确的 我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多跟台湾交往 用积极的作为来排除这种错误 国贸局局长江文若表示 接下来6月和9月台湾将有智慧运输 资通讯及航太产业的商机访问团赴美 美国商务部也会在9月筹组资安访团到台湾 邓正中这次还有拜会美国副贸易代表碧昂奇 他说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的第一阶段几乎完成 签约时间还没确定 邓正中表示虽然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不谈关税 但对于台美签署完整的自由贸易协定 这理想没有改变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还有7个领域要谈 但下一阶段要谈哪些项目 美台想法不太一样 共同目标是要在今年完成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的签署 另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在本周要访美 1号跟拜登会面完之后 4号到智库的战略国际研究中心来进行演说 小马可是表示他今年批准驻非美军可以使用更多的非国基地 不是为了对任何国家发动进攻 他也指出美国没有要求菲律宾在台海爆发战争时派军 专家大多认为美国把菲律宾视为飞弹跟火炮系统的潜在部署地 在台海爆发冲突时就可以将菲律宾作为压制共军两栖登陆的一个据点 不过美飞现在似乎有一弹化基地的军事效用 美国防长奥斯汀上个月也说 现在讨论美国想在菲律宾驻扎哪些军事资产还太早了 好我们转回到美国来看到纽约地铁传出了一起意外 是一名游民闹事下坏了车厢内的乘客 那当时正好有一名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员建议有违出手压制 就没想到他用力过猛导致这名游民被勒死了 那由于死者是非议人士 因此就再度引爆了争论 街头抗议高喊要伸张正义 纽约民众气到不行还和警方爆发拉扯冲突 导火线就是日前一位游民在地铁内遭退役海军陆战队员 动用迷魂所致死的案件 有目击者还原事发真相 当时一名叫尼利的30岁非议游民 在地铁车厢内不断叫嚣 引来一名海军陆战队员 加上两名乘客出手压制将近三分钟 恐怕是压制过程中用力过当 尼利失去意识送医不治 法医鉴定死因是致死有他杀嫌疑 而外界质疑尼利当时没有持武器攻击 究竟为什么要动用致命迷魂所 尼利过去曾有多次攻击他人的记录 而网友也翻出近十年前 他曾在纽约地铁上扮演Michael Jackson 纽约地铁近年来犯罪评传 这次的问题再度引发 大家对地铁治安的关注 TVBS新闻中不倒 好我们再来看到中国大陆一位 00后的幼稚园女老师 就是旁边看到的这位 她最近凭借着一首洗脑式的儿歌 加上清纯甜美的笑容 冲上了中国大陆的网路热搜榜首 后来她也单靠唱这首儿歌 在网路直播三场就赚进了890万元 于是她马上辞职决定去当网红 湖北武汉这名年轻女教师 凭借着清纯甜美的外貌 加上一首洗脑式的儿歌 近日冲上了大陆热搜榜首 网友百看不厌 还说这位黄老师看孩子的眼神 充满爱意 这位甜美女教师五一期间 在网路上开直播 结果短短几天的时间 创造了21亿的观看 抖音账号一页多了300万粉丝 重点是最近三场直播 靠网友抖内 她赚进约890万台币 让她秒辞职决定去当网红 直播带货 至于的笑容 不仅温暖了小朋友 更是让很多大朋友不能自拔 现在满脑子都是挖呀挖呀挖 于是近期也有不少大陆的幼教老师 也跟着一起唱 不论是第一个戴红这首儿歌的老师 还是后来翻红的老师们 他们大多是大陆00后的幼教员老师 有人已经涨返到100万 有人甚至网路回应 没想到带领小朋友唱歌 能治愈这么多的成年人 TVB新闻 柯顺雄 陈向鲁综合报道 现在疫情结束了 人潮回来 前潮也跟着来了 刚结束的中国大陆五天五一假期 旅游跟零售业写下了漂亮成绩单 官方预估五天 共有2.74亿人次出游 国内的旅游收入超过了 1480亿元人民币 为期五天的中国大陆五一小长假结束 但对商家与观光业者来说 4号收价一点也步不路 五一下期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 2.74亿人次 同比增长70.83%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480.56亿元 同比增长128.9% 根据这份官方在假期 最后一天公布的初步数据 疫情解封后的第一个五一 大陆国内旅游热度 已经超越疫情前 而在交通运输上 国内航空运输表现更是超出预期 五天总计运输941.2万人次 比去年暴增五倍之多 更比疫情前的2019年高出4% 只是若与铁路 公路 水路 合计在一起的旅客运输总量 则是2.7亿人次 比疫情前少了19.3% 这与三号假期最后一天 民众返程交通大致顺畅 可以说明一二 从河南过来 路上比平时多用了一个多小时 总体情况还可以 还可以 不多 我今天早上过来 从宁波回来的 现在很顺畅 假期若疯狂涌进观光景点 自然是人满为患 因此不少人选择抛开体重与健康顾虑 与三五好友造访美食据点大快朵移 这让餐饮业的复苏比其他行业更快 据中国大陆商务部统计 这个五一小长假 零售与餐饮业销售额年增18.9% 其中餐饮业更出现57.9%的年增率 汽车 服装 化妆品则相对低 增幅在1.5到2成之间 除了在五一假期间用买买买来输压 有另一批以大学生为主的民众 为了跟上当前有网络兴起 以最少钱看最多景点的特种兵式旅游热潮 趁着五一假期 根据网上的旅游攻略 选择在外地旅游时 半夜三更来到整夜都营业的火锅店 吃宵夜兼过夜 一场特种兵滋味 我们那个开桌的时候 是赶在大学生优惠的时候 吃完之后 他也没有催我们 而是我们主动提出说 有没有什么可以休息的地方 让我们休息一会儿 然后我们去看生气 这间位于北京王府井的连锁火锅店 五一期间 每晚11点人有上百人 甘愿等候三个小时以上来用餐 其中不少人一手拖着行李满脸疲惫 进入火锅店吃完之后 还趴在桌上休息 等天亮继续行程 大概有四五桌 就是我们类似的人在那里坐着休息 但是没有人就是不穿衣服或者拖鞋 大家都只是就是可能靠着躺着 或者是就是还是挺文明的 我觉得 大学生他们是时间很多 但是可能没有很有钱 但是他们又觉得 这是自己的一段很美好的青春回忆 能够和自己的朋友一块 坐一下火车 然后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 这种夜宿餐厅甚至火车 把时间金钱与精力全用在景点打卡的 特种宾室旅游热潮 却可能让部分景区的民宿业者 入住率不达理想 难以共同收割 报复性旅游的经济果实 例如北京胡同里的这间民宿 五一假期间虽然预定全满 但部分住客临时取消订房 省与人未能回到疫情前 其实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排了很多的人员去进行服务 但实际上最终达成的 我认为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的 大概90%吧 至于香港与澳门 这个五一假期则是挥别三年疫情阴霾 入境澳门的陆客超过49万人次 入境香港的陆客也达到62万人次 都冲出原本预期 尽管比起疫情前仍有一到两成的差距 业界仍大获鼓舞 比业界的预期是更为理想的 对前景是充满乐观的 五一假期满满的出友人潮与消费力 让大陆境内香港和澳门的观光业者 都吃下颗定心丸 至于疫情前往往同样迎来大量陆客的 日本欧洲等外国观光业者 恐怕就还得再等等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回到台湾要来关心 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好奇的状况 就是好事多的问题 美国因为验出了A肝病毒 造成人心惶惶 那目前业者除了说可以零贵退货之外 也愿意负责医疗的赔偿责任 但目前还在演绎赔偿的细项 不过高雄市府也决定要记重罚 他们开罚好事多750万 好事多接电报综合美兰美验出A肝病毒 他整整一包已经快吃完 接到好事多电话 除了买的人凭单据零贵排队退 信用卡是否能直接刷退还要演绎 像这位先生提到的 分食给朋友或因餐厅用了 这些美国而务食的不在少数 注意有无发烧无凸不痛之外 医师提醒若病情严重 会有眼白皮肤泛黄等黄胆症状 或尿意呈现深茶色 食欲不振或全身倦怠感 但致死率仅千分之三 多能自行痊愈 美食卖场的美国被验出 A型肝炎的病毒阳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民众都拿着单据 来到卖场来进行退货了 但是有很多民众他没有买 但是他有在餐厅 或者是在烘焙房来吃到 所以除了留意四大症状之外 民众也可以施打A型肝炎的疫苗 来及早预防 但A肝疫苗得自费 成人美肌一到两千不等 完整保护要打两剂 这钱是否包含在业者允诺的 医疗赔偿则任不确定 毕竟怎么评估 因为吃下问题煤而打的疫苗 很难断定 打疫苗是没有治疗效果的 出现身体的不适的话 并不是打疫苗 业者证实买到问题煤的 家总有四点二万名会员 退货量共计两千零七十三公斤 最新爆出的蓝煤 效期为二零二四年的 二月二十四和二月二十五 在今年二月十七到四月三十期间 已售出了两万七千多包 高雄更是出闲力开闸罚重金 至于双倍恐怕是卖出最多的 目前财阀仍慢半拍 退款外消息会提出两要求 除了给买到的消费者 因精神恐慌就该补偿之外 后续发病也要赔 过去实案法规定若无法举证 美元可有三到五千赔偿 实案问题连环报会员担心 现在的A甘蓝煤不知是据点还是短炮 TVB的新闻张敏如宣同台北报道 另外欧洲央行在四号宣布升息一马 这是近期连续第七次的升息 升息之后欧洲的存款利率达到了 3.25%是自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准 欧洲的央行总裁拉加德表示 现在的通膨仍然太高 而且还在高点很久 因此央行管委会一致同意有必要升息 但决策委员们却对于该升息一马 或是两马举其不定 当考虑到近几周经济数据的疲软 之前的连续升息 已经开始对经济成长带来影响 因此决定采取的是比较缓和的升息一马 而这也符合市场原先的预估 拉加德强调欧洲央行 依然是走在打击通膨的道路上 暗示有可能会再继续升息 好 如何防止中共武力犯台呢 在美国政界的讨论非常多 现在有民主党的众议员抛出 把炸毁台积电当贺阻手段好了 但这也让前美国的国防部官员急着说 是非常糟糕的主意 因为这样一来 第一年就会对全球带来两兆元的经济冲击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要解放军在 2027年以前具备武统台湾的能力 美国智库国防部和国会都针对北京攻台进行兵棋推演 前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弗洛诺伊 和澳洲驻美国大使陆克文认为 美国和盟友必须把握这五年的时间强化嚇阻 增加中共侵台在军事上 经济上和外交上的代价 莫顿表示有人提出最极端的嚇阻方式是毁掉台积电 让弗洛诺伊紧张地说这是糟糕的想法 就是让我们非常清楚清晰的地方 如果我们弄到台湾美国大使的中国家 如果我们弄到台湾美国大使 我们就弄到台湾美国大使 不因为它是最好的方法 但因为它是更好的方法 是因为台湾美国大使 不离到台湾美国大使 不喜欢这一点 如果我们弄到台湾美国大使 你会有成功的2trillion 户影響力 在国经济中的元素 后面 在一年年 佛洛诺伊认为 现阶段美中之间最大的风险 是像2001年美中南海撞击事件 可能会从意外演变成 两方都不愿见到的危机 7月变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好游民众之前飞长滩岛旅游 搭乘的是菲律宾的皇家航空 就没想到起飞才没多久 这屁股下的椅垫也跟着飞起来 整块掉落 他傻眼到拍下照片 搭飞机坐窗边本来很享受 没想到屁股还没坐热 椅垫就整块掉落 另一个小朋友坐的位置 也遇到一样状况 只剩骨架 旅客傻眼在脸书分享 说要去长滩岛 但飞机起飞 椅垫也跟着起飞 他搭的是菲律宾皇家航空A320 有网友搞笑问 是不是买到战票 原坡幽默回复 可以顺便练腿力 其实这架菲律宾皇家航空 不是廉价航空 他在2002年成立做包机 2018年才开始商业营运 有国内线和国际线 可以轻易的拿下来 他都是用魔鬼沾去沾 原因是这样子 如果飞机不幸发生海面迫降的时候 其实它的椅垫都可以当成是一种漂流的服务 等于说是有点像救生圈的感觉 专家解答飞机上经济舱和豪金舱 椅垫都是可拆式 有事故能水上逃生 或有爆裂物时 可以拆下大量椅垫来包覆阻隔 专家分析 应该是机灵老旧 魔鬼沾脱落或失去黏性 才会让椅垫掉落 但提醒如果椅垫正常没故障 乘客不能自己移开 那个移动是必须要我们机组人员来做这样一个处理才行 一般乘客其实是不能把这个移电移开的 不见得是越老的飞机就越危险 不过大飞机的确可能遇到状况 其中以非东南亚国内线 像印尼、菲律宾或印度 机上的设备服务状况相对比较多 我们应该会是直接要请旅客换一个座位 我们除了会写一个报告 就是要报修之外 那个字能够等到就是降落以后 请地形人员或是维修人员来协助 如果搭飞机椅垫掉落 但经济舱全满 空服员会让你换到豪金或商务舱 不会让旅客继续坐在原本位置上 因为当遇到乱流或降落时 冲击可能受伤 安全起见椅垫会滑动都不能继续坐 TVB的新闻中文鸣红军卫台报导 追踪第一线 今天线上对谈的是TVB的军事 及外交记者刘婷婷婷婷婷婷好 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来关心军备武器 我空军向美方采购的66架F-16V战机 原定首批两架在今年要交机 不过受到疫情影响 所以交机的时程延宕了 那延到是2026年底会全数交机 这对我们国军飞行员的培养来得及吗 会不会影响到我国的军备准备呢 确实就如同一轮刚刚点出一个重点 这个到底会对我军在于 接转这个F-16V的时程上面 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把大家来解析 这个F-16V跟我们现在正在升级的 这个现有的F-16到F-16V 这两个事情是不同情况的 这个F-16V的这个所谓的 其实是F-16 CD Block 70的战机 是我们跟美方新购买的66架 那其实它原定的启程 是要在今年初就要开始先交付两架 然后预定是在2026年的年底 把66架全部交付给我们 但是受到这个全球供应链 疫情还有这整个产业链的影响关系 所以造成这66架的F-16V 就没有办法逐期的来开始交击 那根据美方也已经知会了我方 这个部分据悉 这个首批的交击 预计最快也要等到 2024年的第三季度之后 那可以看到 当然国人对于这个会影响到 国空防战力会有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可以看到虽然我们现在把 现有的141架 140架的这个F-16升级 到所谓的F-16V 但是它是属于过去旧型的飞机 旧型的战机 所以当然在数量上面 有些人会质疑说 这样子是不是真的能够对比 尤其是对岸现在平平转台的状况之下 如果我们没有再结装 新型的战机的部分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空防 还有作业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确实 可以看到 其实因为要接种到这个新的F-16C-D 其实这个全新的F-16V的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飞行员现在当然也是已经 赴美方来做这个相关的培训 但是其实如果你这些飞机 没有及时的交互到我们的空局 那你要怎么去就这些重此交关之后 要去训练新的飞行员 这个部分其实也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的 那当然你可以说是现在的F-16 这样都是细初同盟的状况之下 你其实在学习战机使用上面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性 但是其实你还是要花时间 去做这个相关的适应 所以当然随着这个接装的时间延宕之后 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 我空军对于飞行员这方面的培训 但是可以看到国军他们还是喊出说 预定还是会在2026年底 全数的交集完毕 这样子还是有赶上原定的期程 但是这个部分当然还是要打上一大份号 倒是有没有办法在两年内 把66架的战机全部交付给我方呢 当然这个还是要在观察的 当然国文人也是相当关心 就是既然这个飞机都已经延迟交给我方了 到底有没有罚则或是罚金上面的问题呢 可以看到国防部长邱国正就表示 因为这个买战机这个部分 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合作 所以没有所谓的罚则问题 但是呢确实也证实了 我们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溝通上面 确实在之前是有出现一点点问题的 这个呢是由空军来证实的 但是他们现在呢也是喊出呢 现在美方也要求洛克希德马丁这个军火商呢 必须要就进度的部分 美国也要跟美国的军方来做例行的报告 而且这个联络人呢也已经换人了 所以呢预期接下来台美之间 在X-16V交付上面的这个部分呢 他们会按原定的骑程 也是希望可以竞速的交给台湾 确实我们看到国防部长说 政府跟政府之间没有罚则 那怎么样监督也是大家蛮好奇的 那此外中国大陆无人机 最近也不断的侵扰台湾 上周派遣两型可挂弹的 陆版死神无人机 双尾歇无人机来绕飞 台湾防空是别的区域 那这款无人机有多大的打击能力呢 我们要继续请教婷婷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过去大概两个星期 连续看到了三架的中共无人机 对于台湾来进行这个围台绕飞 基本上就是绕我们一圈 那其实这个过去也时常耳有耳闻 但是其实现在进入到 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内 做这样的动作 也可以看到国军 也是直接对外来揭露 中共的嚣壮行为 那可以看到这次三架次的无人机 当然是每一天 它的这个扰台的日子是不一样的 但是可以看到 他们是派出两种型的无人机 一个就是所谓的TB-001 也就是双尾线 另外一个就是BGK-005 也就是刚刚提到的陆版死生无人机 那会称之为大陆版的死生无人机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可以挂弹的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是不是有可能来进行相关的攻击 这是很有可能的 那可以看到这个BGK-005 在过去其实中共也是有把它派遣到西沙群岛 去做部署的 那我们其实要知道 中共在南海这个部分 它是有做这相关的一些军事的设施 也要彰显中共的军队 还有它的军力 它对于南海的声索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它其实也是有在南海部署 这军事的设备 那其中就包括了这个BGK-005的无人机 那当然引发了这些 南海其他声索国的不满 还有当然也就是这些国家 跟中国它们之间 对于南海声索上面的问题 不过来回到这个无人机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 其实中共最近也是对外来秀军事肌肉 来频频派出这个无人机 可以显示它们这种能力来绕台的 它其实有几个战略意义 有一个是当然就是延续了 4月的环台军演之后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去年8月的 那个佩洛西访台之后的军演 还有包括这次4月 这次的环台军演等等 那其实中共要对外传递的一个讯息 同时也是打法律战的部分 就是要对外来宣称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在这个 不管是所谓的文工 来对外来宣称之外 在武嚇的部分 当然也在军力上面 军事实力上面 也对外来展现它的实力了 但在4月围台的部分 围台军演的部分 它们就是来派遣像是这些 那个航空母线的部分 还有像是山东号的航舰 就直接在我东部外海 来做这个环台 来配合相关的 像歼15 还有这些中国的这些军舰 来做这个围台 但是在这个环台军演之后 结束之后呢 它们现在就用所谓的无人机 那其实我们常在节目上讲到 无人机的用处呢 它其实是有这个灰色地带的冲突 还有当然有不对层战力的部分 因为可以想象 我们到底要派出什么样的武器 来反制无人机 就是形成一个很大的问号 而且最重要的部分呢 就是它要形成说 它还是能够全天候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 它还是能够派一个无人机来围台 那当然也就是对外宣示 这个是它的主权 那由于它是无人机的一个武器 那到底这个无人机 算是军用无人机 还是民用无人机 但是无疑当然可以看到 MPGK005 无疑它就是军用版的 但是因为呢 它的这个威胁 它到底也没有挂弹 这个部分恐怕也是要 依赖我国的联合情坚征 来做判定 那假设如果它真的有入侵到 我们24海域的部分 这个也直接来考验在未来 我方到底要不要 把这个视为所谓的第一级 那就可以看到 其实中共也就是利用 这种种的灰色地带 手法的这些手段 来挑战我国的底线 也是对外呢 来宣称它对台湾 是这相关的主权宣示 但是无疑可以看到 其实我方预计 也会在2025年底 来接装美国 卖我们的MP9B的无人机 那还有包括中科医院 接下来研发的各种无人机 当然这个来战力 还有包括像是能不能跟 中共的无人机已经 它的产业已经发展的 如此蓬勃的状况之下 我方能不能够跟对岸 来做这个抗衡 或者是用什么 不对称战役的手法 来干扰对岸的无人机 对台 弯这相关的不实的 还有当然 还有它这相关的 一些主权上面的宣示 我方要如何反制 当然也考验了 国军的指挥一轮 好我们再来关注 共军跟新加坡海军 睽違八年的联合军演 共军还派出了 飞弹 护卫舰 御林舰 跟这个猎扫雷舰 赤壁舰 中国大陆跟新加坡 还有哪些合作呢 再交给婷婷 就是可以看到 其实中国与新加坡 之间的军事合作 在过去十年 是有增进的 那当然在因为疫情之前 其实两国是有签署 这相关军事上面的 合作计划 那这个合作计划当中呢 也当然要提升 中国与新加坡 在军事上面的协作 那可以看到呢 趁着五月初 现在在新加坡 举行的 亚洲国防海事展 在此之前呢 中国与新加坡的这个海军呢 也在附近的海域 进行这相关的联合演续 那进行了科目 有包括像是 海上的这个 紧难救助救援 还有包括海上的火炮设计 那当然中方呢 是把这次的演习定调说呢 是要针对马六甲海峡 这相关的重要的水道 来进行这相关的一个攻防 或是相关的这个防护 因为可以看到呢 他们喊出说 因为其实马六甲水道呢 是那个闲见欧洲 还有亚洲非常重要的水道 那当然呢 这个也是插住了 对于亚洲跟欧洲之间 当然是 中国是个贸易大国 它的命脉 那可是无疑可以看到 其实当然外界 对于中方在南海 还有包括像是 东南亚这一带的海域上面的 一些合作演习呢 都要主要呢 还是会来放大来检视 因为大家还是会 有些国家还是会把 中方的一些举措呢 来放大检视 是不是呢 是对于这个区域的一个宣誓 因为可以看到呢 其实刚刚提到了 中国在于南海 还有包括在区域的一些势力扩张 其实各国都是看在眼里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新加坡呢 还是认为跟中方一定要有些军事上面 还有各个层级上面的合作呢 当然最大的原因 就是希望可以借此来降低冲突 那当然呢 有些人会质疑说中方其实拿着新加坡来当背书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中方与新加坡的这个外交 还有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啊 它其实是有历史背景意义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新加坡包括像是二三十年前啊 其实都有帮助当时还在那个开放的中国呢 来与世界来做衔接 那当然呢 新加坡与中国在与军事上面的合作 一来当然是要来强化两国在军事上面的合作 二来也是给予新加坡军队有更多的一些 这个训练的机会呢 当然最重要的呢 还是新加坡作为它在东南亚 而且亚洲它这个外交枢纽的这个地位 那么可以看到呢 其实新加坡去美国 他们也是有非常紧密的合作 那如今新加坡与中国同样也是有紧密的军事的 一些协作的状况之下呢 当然无疑啊 也是希望可以借由新加坡这个 可以游走于中美强权这个角色呢 来希望可以来让这个区域的局势 更加的一些降温或是比较反和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新加坡从李李贤隆之前呢 也是有在国会上提提 他非常担心台海的局势 那当然新加坡现在也是希望 可以透过更实际的行动来降低 可能外界对于中国的一些相关的疑虑 也是为何他们会选择 在于这个军事解策上面 有更进一步合作的空间 那接下来要关注呢 当然就是六月初 将会在新加坡登场的 香格里拉会议 那预计呢 不管是美方或是中方 都会派出军方的代表 那能不能够在新加坡这片土地上面 有更进一步能够让中美强权 尤其在军事上面 如此抱有存疑的两国呢 他们的这个 两国的关系能不能够更加和缓 当然也是外界关系的议论 好今天谢谢婷婷带给我们 详尽的这个军事 还有国际上面的分析 感谢你 谢谢 来看到这一颗一颗的高丽菜水饺 你能想象吗 这一颗不到三块钱 哪里的水饺这么便宜 原来是彰化北斗农会出产的 农会说就是因为高丽菜价跌 他们回馈民众 因此大降价 高丽菜水饺整包下锅滚住 电线饱满这高丽菜水饺来自 彰化北斗农会 因为高丽菜价下跌成本降低 35颗包装的水饺 降价三成 100块有找 算起来平均一颗2.8块 足足比外面一般卖 一颗4块或5块的价格 还实惠 CP值高农会已经卖出了4000包 总共15万颗 农会补充上个月出高丽菜价崩盘 还有菜农耕畜 甚至开放自采一颗10块 相当的惨 当时为了协出农民 总共收购200公顿的高丽菜 以往每公斤拍卖价25块 现在降到每公斤12块 成本腰斩 花了将近200万左右 原本去年要500万 差了一倍 对 差一倍 小家庭也是可以 就是用很优惠的价格 去买到分量很足够的水饺来吃 这年如果吃多20几粒 都收50块而已 所以就比吃便当更好 农会透露高丽菜价跌 相对水饺成本 一颗降到只要一块多 售价降三成 相当合理 也让民众减便宜 TVN新闻 陈志冲 相关华报道 末将举行英国国王 查尔斯三世的加冕典礼 同时预计三天廉价 英国零售的消费金额 渴望超过80亿英镑 不过因为英国还深陷在 严重的通红阴霾 上个月的民调显示 只有不到一半的民众表示 有意愿来庆祝国王加冕 而且预估这场的加冕典礼 举办成本可能高达1亿英镑 那这些都将由纳税人买单 镜头转到南韩 最近连续两天 他们的单日新增病例 都破了两万例 是近三个月来的最高纪录 南韩防疫当局安抚说 这疫情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但还是拜托大众要做好防疫 因为喉斗疫情也来势汹汹 时隔三个月 南韩单日新增 连续两天增破两万例 各界担忧是新冠大流行 重燃征兆 南韩防疫当局出面安抚明星 强调当前疫情安定 仍在可控范围 其实从3月20号解除室内口罩令之后 南韩确诊数就有明显回弹的趋势 4月最后一周 日均新增已经上升达到1.4万例 不过南韩新冠风险评估依旧维持在低等级 南韩政府4号召开公厅会 针对应对新型传染病 与大众讨论新防疫中长期计划 因为如今除了新冠肺炎 猴豆的防治也是当务之急 南韩猴豆病例5月初已经新增至52例 当中有多达46人没有海外旅游史 归为本土个案 确诊者足迹遍布首尔 京畿人川汉府山等地 从感染风险铺路日到首次出现症状 平均用时9点一天 不过最新一项民调显示 有多达4成南韩国民 对猴豆传播现况及相关资讯并不了解 危机意识不足 南韩政府已经拍板 这个月8号开始 要扩大猴豆疫苗接种范围 除了医护人员 还将开放18岁以上高风险族巡视 南韩国会上个月27号通过医疗护理法 将规范医疗护理行为的内容 从现行的医疗法当中独立出来 另立专法 但医师协会主张 法案生效之后 护理师就能单独进行医疗行为 开设医院 有侵犯医疗产业结构之余 医疗护理法争端已经在南韩延少多年 南韩护理师协会要求政府正式劳动环境和薪资待遇 他能够借由专法改善劳动条件 南韩在野最大共同民主党仗着朝小野大的优势 在国会强推通过医疗护理法 引发南韩朝野激烈冲突 也让民间医生护理佐理员相当反弹 13个卫生医疗团体轮番走上街头示威 世卫劳团要求尹熙悦行使总统否决权撤回法案 否则将在17号发起大罢工 南韩时隔三年可能又要重演医疗人力空白的肿镜 南韩媒体到首尔阳川区家医科直棋 发现有多名员工告假参与机会 诊所院长亲自代班看诊 还得见柜台人员办理挂号却毫无怨言 医疗诊所直接减少门诊量 医生和助理组团参与示威 目前南韩各大医院仍维持着正常运作 但地区诊所人力短缺 医疗量能已经先亮起红灯 但传染病风险升温之际也引发担忧 TBS新闻综合报道 疫情过后快速解封 也吸引全球百万富豪涌入新加坡 这让新加坡成了全球第五大的富有城市国家 只是有钱人变多了 当地的物价也就跟着变高 这对小老百姓来说 等于是开销也变多了 他们说租金最有感 因为涨幅大概是三到四成 为了防堵非洲猪瘟 新加坡四月底一度暂停供应 现在猪肉 虽然五月三号起 生鲜市场又恢复正常 但消费者说价格明显变贵了 跟台湾一样 新加坡十一住行都在涨 今年一月CPI来到百分之五点五 创十四年新高 二月进一步登上百分之六点三 几乎是香港百分之1.7的近四倍之多 新加坡疫情期间 弯道超车打败香港 成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 但市井小明反而深受其害 很多台湾朋友来 他们都是房租涨得很夸张 因为COVID之后 COVID之后他们的房租都涨 有一些比较好的地段 他们直接就涨 直接50%以上 疫情前跟疫情后 真的也是上涨蛮多的 疫情前可能四方制 就是所谓的三方一厅 可能平均在一个单位 平均大概三千多可以租得到 三千多新币可以租得到的话 现在可能要到五千多六千才租得到 不断升息加上通膨 房东转嫁成本 导致新加坡去年公寓租金 比前年同期飙升百分之三十四点四 就连组屋租金也大涨百分之二十八点五 另外对照全球房市降温 新加坡房市今年第一季 却涨了百分之三点二 预估全年将翻扬 百分之五 外界把矛头指向不断涌入的全球富豪炒作 因此新加坡政府宣布 未来外国人买房 印花税将从百分之三十提高至百分之六十 家族企业或信托基金购买 税率更加码到百分之六十五 曾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任教六年的学者 刘晓鹏分析今年九月新加坡将举办总统大选 暴力打房是为了平息民怨 对抑制房价和通宏恐怕效果有限 即使新加坡架起防护网 但来自全球的富豪依旧前仆后继 全球百万富豪迁徙报告指出 2022年有8.8万名有钱人移居 2023年进一步上看百分之十二点五万人 富豪出走最多的国家 包括俄罗斯中国大陆和印度 而最佳目的地除了阿联酋澳洲外 新加坡紧追在后 外资的话会给一个17%的tax的优惠 所以其实我们在台湾 我交的税可能40% 可是在新加坡我就只要交17%就可以了 所以这都是优点 那再加上他们有很好的教育 所以我也会希望把孩子带过去 接受那边的教育 那就很多的family office 现在就会往新加坡移动了 富豪到新加坡投资 可申请免税优惠和永久居留权 经济发展局统计 这也带动2017年到2022年 家族理财办公室成立数量 从100间暴增至1400间 移民顾问预估 2031年新加坡的富豪人数 将再成长40% 成为全球第五富有的国家 那你可能要放入四亿五千万台币 你才能够成立一个家族办公室 而且需要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去做审核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在那边马上就有工作证 然后你可以长期居留了 然后你可以渐渐去apply他的公民 新加坡摆脱疫情阴霾 经济快速崛起 但也拉大贫富差距 为社会稳定埋下隐忧 TVB的新闻 罗石鹏代言丽台北报道